买房至产学问非常的多 像传统习俗上呢 有些人比较忌讳去买到四楼十三楼的房子 另外呢还有一些低楼层 因为噪音比较明显 所以价格也会比较低 尤其是二楼的车道户 通常就算降价了 甚至也还是不太好卖 因为它就在车道的正上方 会有悬空改 再加上车子进触 车库门的这个开关声响 都会让二楼的车道户特别容易滞销 这边是我们的交易厅 那现在低的楼层 都会做公社使用比较多 建案低楼层打造阅览室交易厅 变成公社来利用 因为低楼层不好卖 尤其销售难度最高的 就属二楼车道户 车道户很难卖 它踩油门就听到 那声音 就在车道正上方有悬空感 加上车辆进进出出 车库铁卷门开关声响 噪音多让二楼车道户 常发人问津 它会有一些低频噪音的一个产生 那当然另外来说 因为车辆停靠在车道的上方 它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一个部分 在一架空间上面会比较大 那一般来说的话 应该都会有一层以上的空间 二楼车道户 堪称整栋最难卖 其他低楼层 因为缺乏景观 靠近马路 房价也比较低 还有西租上 有些人忌讳四和十三 这两层楼多半也有溢价空间 邦浦第一名声 大楼中继水箱层 噪音和震动也让临近楼层 价格低一些 买房看内装 看环境 楼层怎么挑也有眉感 但房仲也提醒 特殊户价格低 斩首可能不容易 三十人张卓卓是什么